18日,火箭少女101首张音乐专辑,发布进媒体见面会上,三美跳撞后晕倒,因为身体不舒服,被工作人员抱下台,又没说,她昨天曾经去医院,工作人员解释趁三美今天身体一直不大好,但还是坚持把手袖子引出, 完成,目前已送去医院,接受专业医护人员的治疗,火箭少女101官博也发本回应此事,趁三美在昨晚就已经出现身体不适的状况,但为了出席第一次的媒体见面会而坚持上台,不过,有网友指出为什么其他成员看起来这么不上心,服的也不是很用力,有几个人甚至是站着的,中间那位还在笑, 但是也有人认为事发突然,成员们也是来不及反应,已经很有心在照顾三美了,三美突然晕倒,粉丝也是满满的心疼,最后一刻音乐结束才支撑不住晕倒,对舞台百分百负责,杨云青是个女战士,带病坚持到最后一刻,你是我的骄傲, 你已经非常敬业了,现在需要的是休息,身体是一切的基础,不顾身体,坚持要表演,只为不让道场的太阳星失望,三美加油,太阳星永远在你身后。